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上期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平人跟大家分享的 也有可能是作为李强的接班人在进行培养 总之吧 现在马兴瑞好像是成为了习近平身边的一红人 那这一次在重庆的时候呢 大打小小的考察 我们看到官方媒体给的镜头啊 这个袁家军成为了一个很亮眼的一个角色 站在习近平的身边 恭恭敬敬的 而且这个人呢 像我们上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 确实他的形象气质也是比较的端庄的 比较端正的 各个方面从整体上来说 只要媒体不给他一个歪的镜头 这个人在镜头面前一定是给大家一种很舒适的感觉的 那么除了这一次袁家军伴随在习近平的身边 还有一个之前我们在很多期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讨论过的 另外一个同属于中共的这个军工系的一个高官 就是马兴瑞 新疆的党委书记马兴瑞 这一次也放到了西部大开发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当中 而这一次习近平呢 看来也对他来说啊 有一个培养和历练 马兴瑞呢 其实之前我们把它拿出来说 除了说他的这个军工行业的专家背景 科学家的背景 另外一个就是他跟习近平他们家人的这个关系 因为我们之前有评论就说 马兴瑞能够有今天的这个地步 有今天的这个官场的仕途 要跟彭丽媛要挂上钩 因为据说马兴瑞在之前 就跟彭丽媛跟习近平他们家私底下的这种走动啊 非常的近 所以也有人说这个马兴瑞是夫人帮的啊 习近平不是有浙江帮 是吧 那福建帮又出了一个夫人帮 所以这一次把夫人帮也拉进来 看来习近平现在他选择的这个面积和空间啊 比之前中共任何的这个官员选择面都大多了 您认为呢 嗯 在这个 因为我们做这个新闻呢 在美国啊 就是喜欢讲一讲白宫的内幕新闻啊 其实媒体都是因为你是最高权力中心吧 那在英国就不太一样了 英国除了首相的这些新闻啊 对吧 还有一个皇宫啊 大家就喜欢 政治如果没有政治家的这个八卦啊 就不好玩 对吧 谁就在乎你讲什么政策宣誓 那些话啊 你看刚才我们上去做节目就没有他就讲 习近平又做出了什么伟大指示 因为你看人民日报就可以了嘛 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人啊 就想了解一下 哎 你们这些人是什么人啊 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对吧 现在尤其是比较热门的就是彭丽媛啊 就是中国的第一夫人 习近平的夫人呢 彭丽媛的这么一个一个故事 其中还讲到了他的干真啊 或者是对政治的这个影响 我觉得这些事情嘛 都是八卦比较多啊 那么根据我的了解啊 有限的了解彭丽媛实质性的干真现在没有看出来啊 之所以跟马逊一采在一起的 听说他们是一个啊 差不多地方的人啊 对吧 但是是不是马逊一真的是那个地方的人的生长 好像他们是在海滨江河在什么地方生长的吧 就是说老家是那个地方的人 那马逊一是不是回民啊 也是蛮有意思的事情 在很多年以前我都注意到这个事情 有一些回民呢 就是从西北亚在什么地方啊 到了这个山东啊 所以这是马逊的一个来源 但是回民这个概念嘛 也就是赋予了 因为有一种曾教设计的一个味道 未必一定呢 真正是一个特殊的人种 可能也就是一个 汉人也是有可能 这不是他们的祖先 或者是那个地方啊 信封的这个曾教啊 那么呢 那我不知道马逊一有没有受这个影响 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应该是在海滨江啊 生长起来的 后来读了这个也东北的很好的这个学校 然后一直在这个系统里面慢慢晋升 晋升到一定程度啊 又是山东啊 老家讲起来 又是尊公系统 彭林云又是一个啊 尊人出身啊 那么呢 似乎有一份经济的关系 所以马逊一呢 大家就想当然了是啊 跟这个忽然邦在一起 那更呢 更确切的一些八卦就是说呢 八卦其实也不能用确切这个词的形容啊 就是 因为不叫官方啊 就是叫八卦 对吧 或者叫野史 就是说 当时候马逊一在北京的时候啊 试图还是受一些影响 很有可能在那个地方分一个部长啊 分一个啊 这个这个植物啊 就拉倒了啊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听说是啊 他跟有一个人的关系啊 啊 更亲近一些啊 就是听说是彭林云的妹妹啊 彭丽娟 那么彭丽娟有啊 他们是三姊妹啊 三姊妹啊 彭丽娟 彭丽娟 还有一个小伙子 现在已经不是小伙子了 叫彭莱 如果你检索一下 其实在我们的后台里面都有一个啊 有一个一个视频啊 我不知道版品能不能用啊 就是说如果版品可以用的话 你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啊 就是说三个人啊 就是当年彭丽娟啊 介绍他的妹妹啊 介绍他的弟弟 三个人啊 唱一首歌啊 这个场景啊 至少在我看起来是比较的尊严啊 没有那么恶心啊 挺不错的 因为姐弟情姐妹情 本来就是人性的一部分 大概下面还有一个拼命鼓掌啊 一个小伙子拼命鼓掌 这个小伙子呢 就是习近平 哈哈哈 有这么一个视频蛮有意思的 你可以拉过来 让我们的导播等下给你看看啊 让我们的观众看看那个场景 至少可以换出个小画面出来 对吧 如果有反应问题的话 因为音乐是有问题的嘛 对吧 我这么去讲呢 也就是说呢 彭丽娟跟妹妹的关系 和弟弟的关系都非常不错 如果彭丽娟跟马行云认识了 两个人关系也不错 对吧 然后推进推进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 这不是真正的单一的决定因素 不是单一的 你在这个单位上被提拔 你在什么地方被提拔 如果在小范围之内 你的关系是会起这个作用 甚至可以说呢 你提到一个很高的位置里面 关系也起作用 但是不是唯一的 因为跟你的能力 你的背景和力量 还是有一些关系的 马行云到这个广东之后 先是在深圳工作 成为了深圳市委书记 深圳的发展 不是靠一天 某一届市委书记 特别推动起来的 但是在马行云 担任深圳市委期间 市委书记期间 让深圳成为一个科技城 成为一个世界的科技中心 或者是中国的科技中心 至少是 马行云是有他的一些功劳 所以在担任深圳市委书记 期间就认为了 他有可能会升上去 升到什么地方去呢 首先第一步 就是广东省省长 广东省省长 那广东省省长一般来讲 就要下一步就是省委书记 这个时候呢 海南省委书记呢 就成为了一个呢 可能的人选 马行云是海南省委书记 大家都在传 哎 这个海南省委书记 换来换出来 就没有他的混 哎 这些小马哥啊 或者老马哥啊 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没想到他人家一升 就升到了新疆 初委书记 也就是 广东省省长 升为新疆书记啊 这是一大非要 等于是呢 升为了 一下子进入了中央阶层了 对吧 是这个政治局的啊 你是个成员 你如果是到海南省委书记 他人家可能现在还在当省委书记 对吧 当一个中央委员 你到了海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新疆 新疆就完全不同了 想一想一想一想 自然 为什么呢 因为广东省是中国非常特殊的一个省啊 这个省的啊 对中国的经济的贡献人口的程度来讲啊 他的省委书记本来就是政治局委员 对吧 啊 一个省长二号人物啊 调升一起成为政治局委员 也不能说跳的太高 也就是说呢 广东省的省长比一般的省委书记不低 不低 所以再跳升到新疆区委书记 而且现在这个事情是知道大家知道是最难搞的地方啊 对吧 已经有两位区委书记 完蛋了 一个是张春贤 对不对 他人家本来是柔兴市治疆 啊 结果呢 老是出问题 出现了暴乱 出现了冲突 后来出了一个啊 这个硬兴治疆 开始是柔兴治疆 失败了 硬兴市治疆就造成了更严重的问题 把很多的新疆的陈建国 把新疆的很多的民众追关起来了 强迫学习 简直是羞耻啊 对吧 民族的问题啊 老百姓的问题 在很多的国家跟政府都是有冲突的 美国也有啊 对吧 加拿大也有啊 但是 到了今天 你把一些民族追求民族自治也好 或者是对你们的政策有不同意见也好 或者是老子糊涂也好 不管是哪一种看法 你把人家关到这个强制学习 甚至呢 跟他们的在海外的亲友不能这个相见 这个从任何角度来讲 都是最大的局 没有追查陈建国的罪责 我简直觉得是无法解锁 但是还是把陈建国拉下来了 那么陈建国拉下来了 张春兴拉下来了 有人说习近平要承担责任 我不这么看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要习近平承担责任 听讲问题你就没得解了 对不对 你只有让下面的人承担责任 习近平找到一个天在阳 这个问题还有得解 最终政治策略来讲 也好 从现实政治也好 也好 甚至从真实的情况也好 我不认为习近平要对新疆问题 要承担所有的责任 他当然有责任 但是我觉得具体的问责还是这个陈建国 但是在这个时候把马兄一调来啊 你可以说是有关系 把他弄到了一个政治局委员 那如果他真的有关系 为什么不弄到浙江呢 为什么不弄到上海呢 或者是天津呢 你比这个新疆 那还是不能比的 新疆就是你曾经国也好 张春行也好 之前的 还有王乐秦也好 之前的长期的错误的 这种民族的政策所造成的恶格 你夜之间的解决是相当相当之难的 所以我就说 你可以说马兄后面有个夫人 有个夫人帮啊 或者是什么关系 我不能完全爬出这种八观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 马兄如果在新疆搞得很差 他要升上去也是不隐秘的 但如果反过来讲 他能够把新疆搞得不错 对吧 越来越开放 把原来所积累的新疆的这些问题 筹集的和解 完全和解不大可能 但是呢 你至少不能 那么去关押人家 让这个 而且让西方越来越多的去 去接受和了解这个新疆 同时把新疆的经济发展起来 那么呢 马兄身上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 那我对新疆的问题可以说 是很浅薄啊 虽然长期的关心 但是我至少最近两年 对新疆的责难和批评 就是不要讲那些特别的人物 我们听不出管他 就跟我们一般人交谈起来 好像比之前的陈经国 要做得好很多很多 新疆也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开放 听说还越来越开放 至少新疆的干部 我想那些 陈经国那个时候 好像24小时 都要对面 谁是得像战场的样子 对吧 加班加点 后来听说呢 让这个党政干部 恢复了正常的 这样一个足夕时间 那这个街上 那种紧张的恶劣的状况呢 也有所减少 不像早几年 好像那个乌鲁木齐啊 或者是南疆很多地方啊 就跟随时要发生恐怖袭击啊 要发生战争样子 听说现在这种情况比较少 新疆成为了现在 中国人最喜欢旅游的地方之一 好像是最喜欢旅游点 好像省市里面是最受欢迎的 很多人 拍一些照片 一些视频给我看 我是直接看 我为什么直接看呢 是我对 在新疆的人群的侵犯 我是拱拱于华的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 对我来讲自己非常之大 因为我原来是很愿意讨论新疆问题 后来发现这个新疆问题 你怎么讲的不对啊 你批评汉人嘛 汉人对你很愤怒 或者说你批评这个汉人啊 批评的不可狠 维维维作本人也有意见 所以你又讲的不是那么对 在我们讲起来就已经很厉害了 在他讲起来 你还没讲到几子上去 所以今将的问题啊 我讲的比较少啊 主要的问题啊 不是说害怕这些不同的声音 而是发现那种争论啊 变成一个无厘头 我要再强调的一点就是 马逊玉的日子 比这个云家军要艰难很多 艰难很多 但是如果他这一项固了 那你赏他一个政治局常委 或者是常务副总理啊 或者是呢 这个总理也是有可能的 我不知道马逊玉多大 是不是也是60号啊 对吧 对 所以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大家也关心一下马逊玉 也关心一下新疆的人群问题 也关心一下现在新疆的经济发展 如果你到中国去旅行 看能不能去新疆看一看 如果后来你已经在中国了 请告诉我们啊 新疆现在变得怎么样 如果你是新疆的啊 这种不动的族裔啊 不管是哈萨克也好 或者是维吾尔族也好 或者是其他族也好吧 只要是你生活在新疆 哪怕你是在海外 如果你了解新疆的情况啊 请记得在我们节目下面留您 告诉我们现在新疆到底怎么样 马逊玉治理的怎么样 他治理的更糟糕还是更好 那这种事我们都希望我们的观众啊 提供一些不同角度的信息 对 江青刚才说的这个马逊玉的年龄呢 他还真不是六零后 六零后一步之遥 他是五九年的五零后的尾巴 最后面 但是他跟这个彭丽媛的联系呢 因为最早是英国金融时报 发布的这个信息 说他跟彭丽媛家走的很近 但是他跟彭丽媛的这个近呢 也就是他的祖籍跟彭丽媛 呃长期生活过的山东的运城是一个地方 他是祖籍是山东运城 但是他基本上成长的经历都是在 像您刚才讲的 都是在中国的东北黑龙江 一个叫做双压山的一个地方 在那成长 呃 所以之后就是有媒体就观察到啊 这个呃 马新瑞跟彭丽媛是老乡的关系 而且呢 确实有他跟彭丽媛他们家走的 比较近的一些呃 一些消息出来了 所以就把马新瑞跟彭丽媛家 就联系起来 或者跟习近平家联系起来 当然这种联系呢 像您刚才讲的呃 这种联系 如果说是跟他现在在新疆 当那个封疆大吏 来处理这个中共官方这个地方 至点说最棘手的一个地方来说呢 也不无一定的道理 因为习近平实际上之前呃 全世界都为陈全国在在在 都在骂他啊 都希望陈全国不光只得到中国官方的制裁 国际社会也要制裁 那么首先是国际制 国际社会是先制裁的嘛 呃 陈全国之后呢 中共官方也是不声不响的 把陈全国给拿了下来 看来中共官方呢 他自己对这些官员 对新疆民众的那些侵犯啊 那些非常暴力的镇压方式 他们多多少少可能面子上也挂不去 因为毕竟这个事呢 丑事啊 家丑已经外扬了 全世界都知道了 所以不把他拿下来呢 过不去 那么习近平之所以把马新瑞放在那呢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马新瑞到底 跟习近平他们家走的有多近 但是把他放在这个很关键的问题上 又是让习近平丢了脸的一个地区 看来多多少少呢 马新瑞跟习近平他们家呀 这个私底下的信息沟通 肯定比其他的官员要频繁 或者说这个渠道要更加的畅通一些 对 是的 但是我们他这种事能不能进常委 或者是能不能接总理啊 是跟这个云家军 云家军竞争还是跟云家军 云家军对 啊我们还要看还要看 因为你天知道再不要发生什么事情 当年习近平也是心之仆仆的跑到新疆去 讲一番民族团结结果一离开就发生爆炸了 把他气死了 好 以上就是我们这节目的全部信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